谢谢您的分享 刚才老师告诉了我们中国书法在世界上的特殊性 以及时代对于书法演变所造成的影响 告诉了我们书法何来 在这儿呢 也想考考四位老师 不知道四位老师在生活当中 开过盲盒没有 四脸懵 这什么叫盲盒 我听说过这次 盲盒就是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盒子 里面装的东西不确定 你花同样的代价 开不同的盒子 会带给你不同的惊喜 有可能是大喜 有可能是大落寞 但有冒险性 有冒险性 我们今天现场给四位老师来开开盲盒 同时呢 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除了我们常说的五种书体之外 其他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书体 好不好 来 大屏幕请切出盲盒 李老师先选一个好不好 那我就选第一个吧 左一 对 好 左一盲盒请打开 啥呀 这是个扫把呀 恭喜李老师洗提扫把一本 李老师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扫把 这开上去像哈利波特 其实就能飞 您跟我们说说它有什么说道吗 我理解的我开的这个盲盒是历史上的一种著名的书体 这个就叫《非白书》 这个《非白书》啊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大文学家 大书法家蔡庸 他当时创制了这么一种叫《非白书》的书体 那么这个历史上记载呢 蔡庸有一天在城门下 武艺当中看到有一个刷城墙的工匠 用一个刷城墙的工具在城墙上写字 然后呢他就心有所欲 觉得很开心 然后回去用这种感觉和意境创造了《非白书》 就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大家认为恶肘是扫帚 其实恶肘不是扫帚 恶肘呢就是专门的名词是刷城墙的一个工具 有一点类似什么呢 类似我们现在这个油漆工的那个刷子 但比这个大 那么这个《非白书》呢 有个特点叫华艳飘荡 从技法角度来讲就是非和白 非讲的就是非动 他写出来的这种特点很非动 白就是他写出的像法丝一样的细的这种墨线啊 形成了一种黑白关系 能够有一种透视感 这个是武则天写的《生仙太子碑》的碑额 当然这个非白书呢 融入了一个鸟虫书的装饰意味在里面 这个中间这个非白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它对笔是有要求的 就这个笔不能是圆锥形的 这个笔它要经过处理 因为你想它当时创制的时候是刷墙的一个工具 它肯定是具有扁平状的 你看它每个线条都很宽 而且宽度都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毛笔捏扁 来写这个非白书 接下来第二个盲盒该轮到钱文忠老师来开了 那我就开第二个呗 第二个看看钱老师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来 这话说的好像我开不出什么好东西 第二个盲盒开 千里江山图给您开出来了 对对对对 这肯定就宋徽宗了 那么如果咱们每一个盲盒对应一种书体 这个我想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这肯定对应的是寿经体吧 那么寿经体就是宋徽宗创设的 创设了以后 当时很多人就非常佩服 经朝的皇帝不是把他俘虏了吗 一面侮辱他 风以为昏得过 但后来经朝的皇帝又学寿经体 而且不光是学是有证据的 因为这个经朝不是从宋朝抢了好多画卷吗 上面不要提签吗 居然经朝的皇帝用寿经体在上面提 但是一看就学得不像 所以这个寿经体呢 也有人讲现在是写成黄金的经 也有人讲呢 它是应该金骨的经 是非常有经历的 但也有人讲因为是皇帝发明的 所以用了黄金的经有各种说法 一个人能够创制一种书体啊 这个人就近乎神了 我觉得这就不是一般人 何况他的绘画什么的都是极了不起的 有很多作品流逝了 但是就不是个好皇帝 在他当皇帝的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有非常著名的两个大阶层 一个叫蔡金 一个叫铜冠 他之所以欣赏蔡金 是因为欣赏蔡金的书法 这个皇帝喜好书法已经喜好到了 根据书法来判定 你是不是能治国了 所以这个皇帝是干什么都行 但是就是干不了皇帝的这么一个人 问问沈院长 这个兽金体我们该如何来鉴赏它呢 这个钱老师已经讲了他的出处 他学了褚穗粮 关键是学了削药 所以他的这个书法雍容华贵 虽然露骨露峰 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那种风浴 潇洒的那种感觉 他的书法跟他的绘画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特别融合 给人一种雅致的那种味道 他其实把一种书法 一种风格发展到了极致 别人要在他的基础上面 再有所发挥 再有所创造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突破孔 这么细的线条 这么锋利的笔锋 能够表现得游刃有余 它有很高的技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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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